山东女子就下受伤的大雁 好吃好喝精心照顾 伤好后竟带上百只同类飞来蹭饭 事情发生在山东的一家生态园里 王春宏看着眼前不吃不喝的大雁 十分发愁 这只大雁是他在水库边上偶然捡到的 作为生态园的负责人之一 王春宏每天上班之前都会在园区里散步 顺便看看园内动物的生活情况 当时他正路过水库边上 突然看见远处的草丛里有一个漆黑的身影 王春宏觉得好奇 朝着黑影慢慢靠近 到了一看才发现竟然是一只大鸟 经过仔细辨认他确定 这只大鸟是只外来户 浑身灰黑色羽毛覆盖 脖子又细又长 大鸟见有人靠近下的立马乍赤 扑腾着翅膀似乎想要飞走 但奇怪的是扑腾了大半天也没挪动半步 王春宏往大鸟的身下一看 这才发现不对劲 地上血迹斑斑肯定是受伤了 想到这儿王春宏着了急 天一黑气温骤降 要是放着不管 大鸟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于是他大着胆子慢慢朝大鸟靠近 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大鸟的身体 见大鸟慢慢卸下防备 他把翅膀掀开一看 受伤的脚还在不停地往外冒血 犹豫再三 他一把抱起大鸟 就往最近的医疗站跑 同事见他焦急的模样 赶紧上去帮忙 经过兽医诊断这只难归的大鸟 在迁徙途中意外受了伤 脚上被划了一道口子 经过麻醉上药包扎的大鸟 被安置在湖边的一个小窝里 王春宏心疼大鸟受伤 拿来食物投胃 谁曾想刚才还温顺听话的大鸟 突然变得异常暴躁 每天抱着伤口不吃不喝 这下该如何是好 山东女子意外就下受伤大鸟 伤好后竟被彻底赖上 不但自己赖着不走 还带上百只同类飞来定居 看着受伤的大鸟 每天窝在地上不吃不喝 王春宏十分发愁 自从伤口包扎好 大鸟就成了惊弓之鸟 对人的靠近十分抵触 后来才发现恶极了的大鸟 只有饲养员都离开 才肯悄悄觅食 王春宏明白 动物在受伤后警惕和暴躁 是出于本能自我保护 只能等大鸟慢慢适应 为了和大鸟亲近 他平时一有时间就在湖边喂食打扫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大鸟的伤口慢慢好转 功夫不负有心人 等到第六次换药 是大鸟已经变得十分乖巧 任由王春宏包扎 从此一人一宴 成了生态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聪明的大鸟各种口令一学就会 等到伤口大好 除了每天陪着王春宏在湖边散步 还会低空盘旋展示优美的舞姿 翅膀一震 立马冲向天空 炫技表演让围观的游客鼓掌叫好 只要王春宏一叫 就会立马回家吃饭 喜欢用头蹭王春宏的手指 乖巧可爱的模样 让人爱不是手 尽管心里十分不舍 但王春宏明白 大鸟作为野生群居动物 迟早要回归大自然 经过半个月的奔走 他终于在隔壁县的山林里 找到一处最佳的放生地点 王春宏做梦也没想到 大雁会如此绝情 山东女子就下受伤大雁 好吃好喝精心照顾 谁曾想放生当天 大雁竟投也不回 就远走高飞 王春宏精心挑选的放生地点 远离居民区 是一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野生湖泊 在生态园几个饲养员的陪伴下 大雁被关在笼子里 开车带到放生地点 笼子一打开 重获自由的大雁立马冲了出去 振翅一挥 头也不回飞向广阔的天空 在众人的注视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春宏看着大雁消失的身影 既欣慰又心酸 几十天的精心照顾王春宏 早就把大雁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看着大雁伤好后 自由翱翔的样子十分骄傲 谁曾想就在众人转身准备回家时 一阵熟悉的叫声突然传来 大雁又回来了 停在王春宏脚边 久久不肯离去 王春宏很吓心赶了 又赶才终于离开 第二天看着空荡荡的燕窝 王春宏忍不住抹了抹眼泪 就在这时生态园的同事突然跑来 说在远处看见了回家的大雁 可等王春宏追过去 大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月后意外发生了 当时王春宏正在湖边喂食 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声响 他抬头一看 只见一群大鸟正朝自己飞过来 黑鸭鸭一片 等到靠近才发现 领头的那只就是当初受伤的大雁 看着满地的大雁围在自己身边 王春宏哭笑不得 大雁这是带着整个雁群来蹭饭了 从那天起 生态园就多了一群特殊的居民 上百只大雁从此定居 彻底赖着不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